他可也是守护千千万万的人呐 姑娘长得像包曼春啊 王德奥 姐 你怎么来了 王德奥 滴滴滴水吧的老板 超高颜值的90后被迫创业者 在没有做好本职工作的情况下 还经常外出兼顾自己的兴趣爱好 年轻啊 就是资本 我怎么来了 我怎么不能来 我跟你说 我就知道你天天在城里面不好好努力工作了 你妈都跟我说了 你天天都不努力就去跑摩迪是不是 什么摩迪啊 那叫GP赛 Motor Replex Motor Checking 什么玩意儿 这个英语讲得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抬头挺胸 收屁股 你不是跟我讲了吗 这栋楼上面所有年轻人都很努力分金的 来来来你过来 你看看这个大哥 那么大年纪了 那个眼圈都张到嘴角了 还那么努力在那里看报纸 你看看你 还没有下班 自己先给自己下班了 你能不能学习学习 像楼上这些年轻人 艰苦奋斗 好 王大哥 我觉得我有社交恐惧症 啊 看得出来 社交恐惧症啊 社交恐惧症啊 就是我走在路上 遇到认识的人 我不知道是该打招呼呢 还是就绕着走 就平时打个1086 我都得酝酿 你知道吧 来 跟我说两句话 来 交杯 好不好 来 交杯 来 来 聊会儿跳 哎 大家都有病啊 其实我也经常遇到 就是来我 来我水吧的客人们 他们都有选择困难症 就每次点单的时候 就不知道 是点冷饮的 还是热饮 哎 是咖啡的 还是果汁 哎 行行 抛个硬币决定 硬币 对 硬币又来了 解决不了 就抛硬币 对对对 五毛钱 轻 好扔 一块钱重 那不容易掉到地上 扔一块 扔一块又来了 反面是果汁呢 还是正面 抖晕 对对对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